試駕EQE43有一個功能必須一定要先試的 就是Welke Star 就是競技起跑模式 一腳煞車 一腳電流 不久前我們才試過賓士全新的EQE300電動車 今天試駕的主角則是它的性能版AMG EQE43 過去AMG的43感覺血統似乎不是那麼純正 然後性能沒有那麼強 那我們今天就來好好體驗一下 到底它開起來是什麼樣的感覺 好的 乍看到這一台EQE43的外型 Enzo第一個感覺就是它比EQE300變得更好看 當然一如過去各品牌性能車的模式 這部AMG車款也採取了一些細節上的修飾 比如說水箱罩改成直步型 然後AMG專屬的空力套件 往車側看 專屬的輪圈 加上它的所謂的氣壓懸吊 還有四輪驅動 那走到車尾呢 就多一個尾翼 還有它的像賽車化的分流器 那整台重新武裝之後呢 看起來就是更兇更流暢也更好看 好的 坐進EQE43的車試 第一個感覺就是非常的酷炫 然後非常的戰鬥化 舉目所及啊 這個環艙式的中控台設計呢 旁邊還有燈光 真的非常炫 材質呢 大量用了Akantara 去營造這種戰鬥感 但是呢 最炫的就是所謂Hyper Screen 就是一個大型的螢幕 由三個小螢幕所組成了 當然裡面包含很多AMG的元素 跟細節 那甚至這個跑車方向盤 三幅式跑車方向盤 非常粗壯 握感非常紮實 左右兩邊呢 也有行車模式 跟AMG專屬的行車模式 快捷鍵 那這一套座椅呢 跑車座椅也是EQE43專屬 包覆性 支撐性 非常好 整個感覺就是非常戰鬥 只是我比較不理解啦 就是 內裝營造這麼戰鬥化 但是中控這個 下方的 等於是置物空間 卻採取一個 木頭的飾板 那當然 一如之前其他賓士像E-Class的問題啊 手機你要放的位置 還是卡在這個杯架 稍微有點卡手 那此外呢 我覺得它的質感跟氛圍 真的是沒話說 這部 EQE43 跟我們 之前試駕過的 EQE300 最大的區別就是 EQE300 是採取 後輪驅動 那這一台就是 前後都有 電動馬達 改成四輪驅動 那電池 也改成效能更強的結果 當然就是動力 更大 而且 0-100公里加速 也非常強悍 那懸吊呢 也改成氣壓懸吊 總體來講 就是更為性能化的調教 這台車 一樣配置的 賓士現在非常引以為傲的 後輪轉向系統 那我想 它的訴求應該就是 開起來 又穩 但是卻又靈活 待會就來試試看 到底這一部分的差異在哪裡 好的 試駕EQE43 有一個功能 必須一定要先試的 就是 RECSTAR 就是競技起跑模式 你只要把行車模式 切到SPORT 或SPORT PLUS以上呢 它整個聲浪 模擬聲浪 會好像 內燃機 這種V8動力 怠速的感覺 然後呢 當你放開煞車 一腳 大腳電門 噴出去的時候 它會模擬 就好像戰鬥機要起跑 那種模式 我們馬上來試一下 一腳煞車 一腳電門 噴出去 噴出去 噴 我想啊 聲浪可能不是聽得清楚 不是聽得非常清楚 但是 你坐在裡面啊 它 衝出去的強大的機子 真的 讓你 會有一陣暈眩感 一腳煞車 每一台電動車 都在強調它的速度啊 但是我覺得這台4.3 它營造出來的聲光效果 對比其他競爭對手來講啊 其實非常的炫 也感覺 確實也非常快 0到100 4.2秒 以一般的 如果是內燃機的車來講 其實已經非常快了 好的 我們來講一下 它的操控 那這台車 跟我們之前試駕過的 EQS53比起來 簡單來講 整體就是更為 緊湊的感覺 甚至我覺得它感覺 實際開起來的感覺 非常接近 以前的AMG的E-Class 比如說 E53 類似那樣的車 我想它的動力啊 即使是電動車 它也模擬出那種 非常緊繃 而且蠢蠢欲動的 AMG的特性 其實模擬得非常像 那即便是它的操控呢 也是非常穩定的 前輪 非常的精準 開起來 你也不會覺得 非常笨重 畢竟476P 還有非常豐厚的扭力 其實 讓車身感覺非常輕快 遇到直線你就忍不住 大腳電門 其實真的非常快 它整體呈現是一種 非常穩定的特性 但是由於改成四輪驅動之後呢 尤其像我們現在在迴轉呢 後輪轉向系統真的幫得非常大的忙 它迴轉半徑甚至比我們之前試過的EQE-300還小 因此開起來就是既穩定又靈活 另外EQE-43跟EQE-300最大的區別就是它配置的一個氣壓懸吊 這一套氣壓懸吊其實非常聰明 你甚至可以藉由設定 透過GPS 它有一個記憶功能 比如說你經常出入的斜坡停車場 只要記錄下來 它開到這個地方 車身就會抬高 你就不容易磨到下巴 以懸吊本身呢 我覺得它在過彎的支撐性其實非常好 非常強韌 那在低速的時候 雖然還是有輕微的彈跳感 但我覺得它的舒適性已經比過往的 比如說AMG的內燃機的車型 我覺得舒適性還要更好 那當然這套輪胎是貝奈力PZERO的電動車專用的版本 我覺得它的抓地力是足夠的 EQE-43它的隔音也做得還不錯 因此你變成說它有抓地力 但是路障沒有那麼小 整體來講操控性跟舒適性都是不錯 雖然它還是保有一點點輕微那種 比較緊繃跟輕微的碎震跟彈跳感 我覺得這個個性還是有 那整體來講它表現還是非常均衡